大家好,本节课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下朗博词汇书的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获取 首先可以通过微信的两个公众号朗博英语以及朗博网上找到自己的词汇书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微信上的小程序来直接找到 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用电脑来背诵 在官网上的学习工具一栏也可以直接找到这本书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这本词汇书的具体操作方法 以手机端的词汇书为例 打开自己的词汇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对词汇书的背诵阶段做了区分 分为强化记忆阶段以及茶漏补缺两个阶段 我们在集中完成了强化记忆阶段之后呢 会进入到茶漏补缺的阶段 重点去排查那些仍然记得不熟的单词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整个强化记忆阶段的背词流程 大家每天背诵的这些词汇呢 系统已经为大家安排好了任务量 只需要按照一天一个task的节奏有序进行就可以 按照咱们前面讲过的修正过的记忆曲线分布 task里的计划呢分为了新背单元和复习单元 这样可以帮助大家以最科学的方式去巩固这些单词 这幅图就是我们真正进入这个背诵页面后的样子 在上节课中我们提到大家在背词的时候 要控制好这个单位的时间 最好能够控制在3到8秒钟 我们需要在这段时间听着单词的发音 然后看一下这个单词长什么样子 再来看一看单词的示意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去标识一下心急 去更好的帮助我们完成整个去熟取生的工作 这样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些背词的工作 我们知道一个单元的单词大家会见到很多次 如果做好了上面这个标识的工作 就可以帮助我们大大的提高效率 以上就是朗博词汇书的整个使用流程 如果大家能够把单位时间控制好 那么背100个单词只需要5到10分钟的时间 这样就可以实现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去记忆单词的目标